台股近日磐室纠结 半导体产业也杂音不断 美系外资加码看空 大摩17号再次点名 护国神山台积电第四季将早已乱流 因为两大客户早已砍单 像苹果的5奈米处理器订单 还有联发科7奈米订单 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只会计增5% 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0% 引爆产业界轮战 会探空的原因 其实还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一个封测厂的产能 产能利用率只达到43%个百分点而已 但是这不会影响到在整体今年的第四季的一个下单的动作 尤其是在5奈米跟7奈米的部分 今年的营收会比去年的营收成长40%或者多一点 我们的毛利率2021年是在44%到46%之间 联发科对第四季营运依然乐观 17号股价小涨4元收在940元 而台积电盘中不受利空影响 保持1%的涨幅 只不过尾盘受到负食指数成分股调整影响 在最后5分钟遭到2.2万张卖单狙击 股价一口气下跌8元 中场收在平盘600元 指数也爆出了623亿大量 涨幅瞬间回吐 而台股加权指数受到台积电击杀影响也前功尽弃 中场翻黑小跌一点收在17276点 但成交量达3107亿 是六个交易日以来最大量 专家表示台股短期量能继续回温 才有望突破震荡整理区间 投资人可以提高现金水位 静待市场表态 三星云林福林某山台北报道